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素食 尤其是喜欢随餐附赠的玩具 最近国内就有素食乐者决定 未来不再送玩具了 一方面可以减少浪费 一方面也可以降价 但小朋友看法不一 不过学者认为 减少玩具吸引小朋友过度消费 是个很好的做法 不管是色彩鲜艳的小汽车 还是卡通文具商品 素食店吸引小客人光顾的快乐儿童餐 总是用推陈出新的玩具 让小朋友感到好玩又好吃 也让家长跟着不断掏钱 不过有业者反其道而行 决定下个月不再送玩具了 从环保还有体贴 父母的这个荷包的观点 不再附赠玩具 不过没有玩具的快乐儿童餐 儿童还会快乐吗 不要再送玩具的时候 你会买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不好玩 一开始玩很好玩 然后到时候就玩腻 也会丢掉 然后就会增加二氧化碳 然后导致地球浓化 变得更快 学者认为很多高油 高盐高糖的食物 常常用附赠玩具的方式 吸引小朋友 如果业者可以主动停止 这么促销 回归花钱就是买食物 这样也比较能理性消费 对于一个小朋友 他本身的判断力 支持力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 其实业者在产品的部分 可能回归到产品本身 不要用其他额外的优惑 去优惑小朋友 面对大部分素食业者 一送玩具做号召刺激购买玉 不送玩具的业者决定用降价 继续抢攻市场 学者呼吁素食吃多了不健康 提醒家长还是多让小朋友 均衡饮食 才能让他们长得头好壮壮 记者林天梅秋福财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